一生前面平安 去年全球祷告日期间 台北101教会李协松牧师 因着快闪感动带领青年牧者 在网路发起Apazzo 29使徒行动 每晚10分钟线上直播 串联全台青年人为疫情教会合一守望 Apazzo 29使徒行动粉丝专业 没有因为61天结束而停止 全台青年牧者仍在今年5月5号 持续串联58个单位 吸引超过4万次祷告点阅 跨宗派教会的热烈响应 让祷告的火从原先两个月 再延长到四个月 青年人我要鼓励你 这是你起来敬拜 加入神治理的日子 当你开始在你的部落里面 在你的教会里面 持续有一个敬拜的 一个长时间的敬拜 年轻人们我要告诉你 你们开始在青年的世代里面 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原本我们开始发动 就想说一个月的祷告 也没想到可以接力到两个月 看到有更多的教会 投入响应 都是超过我们期待的 除了在网路上 我们这样串联的祷告 我们更希望在关系里面 真的是可以更合一 那当我们这样子连结聚集 真的就感受到满足的喜乐 在我们的中间 从新信会出发的祷告聚集 邀请了台服教会 牧义堂 长老教会 领娘堂等不同宗派青年领袖加入 不仅有牧者父子 母女 夫妻党等组合 更有青少年敬拜主领加入 让祷告不拘行事 更生活化地活出来 也看见跨世代 跨教会合一的见证 当我们宗教会合一的时候 我们要再次以靠神来得胜 圣灵在很多教会 在疫情当中 特别这样子一个工作 我是觉得很兴奋的 你就会发现说 我是不孤单的 就算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问题 但是我从他们在祷告的里面 可以看见圣灵的工作 这是一个像田谱的林峰在起的 圣灵运动 所以我们不只是跟天父圣灵耶稣来连结 也跟我们的父老 然后也横向的跟青年募者 也透过科技的推波助澜 所以我觉得很棒的是 圣灵的工作 在合一的运动 在影响力的发展 而佛罗29的运动 是很棒的一个连结 Apaso 29使徒行动的祷告 将持续到8月11号 邀约来自各地青年募者 参与8月12号 在领头山庄实体祷告会 圣灵正持续带领 这世代的祷告大军 兴起发光 以上是GoTV新闻中心综合报道